黑帮老大的一群手下 杀气腾腾冲进废弃大厦 将满脸时伤的青年一枪爆头 听到枪声 屋内打扮成马力连梦路的男人吓了一条 他马上拿起裂枪 还对身边的一群狗狗们说了句奇怪的话 战争开始了孩子们 仿佛狗狗们是在跟他并肩作战的同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雨夜 警方四处不知关卡 抓捕杀人嫌犯 一辆货车被截停 司机穿着抹胸红裙 带着闪亮首饰 满头金发妆容艳丽 但看上去疲惫不堪 巡警打开后备箱 顿时露出金额神情 后备箱里居然装满了流浪狗 由于这辆车处处透露着诡异气息 巡警将司机带回警局暂时拘留 另一想不到的是 一身女人造型 农装艳末的司机居然是个男人 他身上伤痕累累 但双腿残疾只能坐轮椅 警方怀疑此人有心理问题 不知该怎么处理 于是请来心理一生衣服来盘换嫌犯 便摘下戴在头上的金色假发 还解释道自己喜欢打扮 喜欢装扮成别人 那样就可以暂时忘记自己的人生 伊夫在这句话中 隐隐听出了悲伤 不过还没等到发问 对方先开口了 壮丝随意地打听着他的家庭情况 伊夫也不隐瞒 谈言自己离异 是个单身母亲 有个年幼的女儿 然后反问对方 有孩子吗 道哥不假思索地回答 有成败上千个孩子 伊夫明白 他说的孩子 就是那些货备箱里的流浪狗 好奇地询问起 比起人来 你更爱狗吗 道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说遇到的人越多 就越爱狗 还认真解释 说狗拥有人类所有的优点 却没有人类的缺点 没有虚荣心 却美丽 没有粗鲁却强壮 没有愤怒却勇敢 最后他补充了一句 狗只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他们相信人类 接下来的几天 伊夫每天都会去跟道哥打交道 而道哥充满痛苦的一生 像悲情戏剧一般 缓缓拉开帷幕 他出自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四口之家 可这个家庭 完全没有上帝代表的慈悲与温馨 反而充满暴力与仇恨 父亲养了许多狗 靠组织斗狗赚钱 哥哥失得的好帮手 父亲冷血残忍 憎恨世界 经常刻意让狗挨饿 一记发起野心 心地不错的母亲 有一次看不下去 偷偷给狗喂食 结果惨遭父亲毒打 道哥有社交障碍 不擅长与人交流 平时经常远远看着 被关在笼子里的狗狗 烟力满是同情 某日 九岁的道哥 把书放进狗笼 不料哥哥看到了这一幕 还在晚餐时向父亲告密 得知小儿子 违抗自己的禁止 给狗喂食的命令 父亲脸上阴云密布 沉声问道 你觉得狗比家人还重要吗 道哥有些害怕 却不像撒谎点了点头 下一刻 哥哥偷笑起来 母亲一脸贪心 父亲则不然打怒 像鳞野狗一样 把道哥拖了出去 扔进了屋外的狗笼 然后锁上狗笼门 嘶吼道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母亲性格懦弱 面对父亲的极端行为 敢怒不敢言 而他现在已经怀上了三胎 为了不让第三个孩子 不道哥的后尘 遭受父亲的虐待 他左思右想 最终选择了逃避 几天后 趁家中五人 母亲匆忙说是行李 离家出走 临行前 他向狗笼里扔了几个罐头 并含泪祈求道哥原谅 从此 母子俩再未谋面 母亲曾是道哥生活中 唯一的亮色 他的离开要道哥心灰意冷 失望至极 同时 他发现狗笼的垃圾堆里 有一些杂志 上面刊登了很多 关于女性觉醒的文章 百无聊来 与狗为伴的道哥 开始翻看杂志 通过阅读 他逐渐了解了世界 哥哥把母亲的出走 归咎于道哥 在狗笼外面悬挂横符 上面写着以身之命 并告诉道哥 你被关进狗笼 是上帝的惩罚 但哥哥没想到 道哥在笼子里 看到的是横笼的背面 再加上 有部分字母被栏杆遮挡 最终呈现在他面前的 却是狗神这两个字 这一刻 道哥的人生仿佛被点蹄 他看着横笼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少有的笑容 道哥在狗笼里 不知被关了多久 他浑身无狗 衣服破烂不堪 一头长发一场凌乱 看起来还不如路边的乞丐整结 而终日与狗相伴 也让他对这种生物 产生了感情和依赖 某日 一条母狗 产下一股小狗仔 道哥看着狗仔 感觉到一种温情 滋生在笼子里 哥哥刚好走过来 看到这一幕 他哈哈大笑 说要去告诉父亲 道哥立马慌了 他了解父亲 知道会发生什么 父亲只会养 已经成年的斗狗 绝不会留下 这些没有用的小狗仔 他酷酷哀求 哥哥别告诉父亲 但哥哥继承了 父亲残忍的性格 最喜欢看弟弟受到伤害 哥哥把狗仔的事 告诉了父亲 正如道哥所料 父亲二话没说 拿起猎枪来的狗龙钱 要杀掉小狗仔 道哥不知不觉地 将狗狗当成了家人 眼看家人有难 他爆发出前所有的勇气 挡在父亲和狗狗之间 生死理解的吼叫 狗狗们感应到他的愤怒 也跟着狂吠 父亲和哥哥见状 高声叫骂 一片混乱中 猎枪走火 道哥中枪摔倒 仰面朝天堂在地上 眼看意外发生 父亲有些心慌 想进狗龙查看 不过哥哥让他先回家冷静冷静 说自己会处理这里的事 父亲稍作犹豫后就回家了 而哥哥所谓的处理 就伸块手帕给弟弟 再训斥他一番 然后离开 当时狗狗们围着道哥 现在格外关心 道哥被那一枪打断了小纸 更糟糕的是 子弹经过反弹 对他造成了二次伤害 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他的脊椎 道哥已经站不起来了 此时没人能帮他 除了他自己 父亲的一枪 彻底打断了道哥的家庭羁绊 也让他做出决断 道哥忍着痛 吊在嘴里 接着他努力挪动身体 爬到一旁 拿了本杂志 这只杂志上的警车图片 是一狗狗找到警车报警 不可思议的是 狗狗居然听懂了 随即叼着饲料袋 穿过刚才附近开枪 打破狗龙石造成的缺口 跑到大街上 直奔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而去 狗狗跳上警车前盖 车里的两名巡警 看到饲料袋里的断织 顿时觉得眼前的小狗 似乎有什么要告诉自己 接下来 小狗在前面引路 引领警车到了盗格家 两名巡警召唤同伴 大批警察很快赶到 并分两路 一路迫马而入 逮捕父亲和哥哥 另一路打开狗龙 看到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盗格 赶紧呼叫了救护车 盗格被送往医院救治 经过紧急救治 性命无忧 不过脊椎中的子弹无法取出 理论上 他是可以行走的 但脊髓 会随着脉脉不外流 走路等于走向死亡 就这样 盗格得到了自由 却被迫坐上了轮椅 等于失去了双腿 另一边 父亲被判二十年 仅仅入狱两周 他就自杀了 哥哥被判十二年 因为行为良好 八年后出狱 被释放那天 哥哥走出监狱大门时 一条狗远远地看着他 似乎在等他 哥哥向家走去 狗狗悄悄跟踪 没多久 又来了一条狗 也尾碎在身后 哥哥发现了身后的两条狗 顿时生出不想预感 拔腿就跑 狗狗马上加速追赶 他慌不择路 逃进死胡同 下一秒 一群狗追过来 扑上去 凶狠地将他咬死 这些狗 正是道哥口中的孩子 他们是在为道哥报仇 道哥伤语后 又被送进孤儿园 但他觉得 这里不过是个更大的笼子 因为他习惯留狗陪伴 面对人类 却无法打开内心 道哥与其他孤儿 没有任何交流 而这里没有狗 也让他被赶孤独 道哥的生活暗淡无光 直到辅导员萨玛的出现 萨玛是一个 阳光一样美丽的年轻女子 他心地善良 充满热情 并且热爱戏剧表演 萨玛经常为道哥 狼读莎士比亚的作品 还教他化妆 道哥从未见过这样的人 昏暗的人生就此被照亮 他跟着萨玛 参加各种戏剧表演 多米欧与朱利耶 哈姆雷特 麦克白 渐渐地 他爱上了舞台和戏剧 他喜欢用化妆 掩盖现实 那样 他可以成为任何 想要成为的人 现实世界拒绝了他 想象的世界 却张开双臂 乐情地欢迎他 在这个世界里 萨玛就是他的公主 虽然年纪比萨玛小了很多 但道哥不知不觉 爱上了对方 可是欢乐的日子太过短暂 还没等着袒露心声 萨玛就被大剧团招募 离开了孤儿院 道哥替萨玛高兴 觉得他的表演才华 终于得到赏识 同时也因为他的离开 感到失望 道哥再次回归孤独 不过 他一直惦记着萨玛 还把报纸杂志上 出现过所有 关于萨玛的文章和照片 剪了下来 细心地贴在一本册子里 几年后 萨玛登上百老汇 成为舞台明星 道哥也长大成人 并通过学习网络课程 拿到了生物学学士学位 以此 他鼓速勇气 捧着鲜花去看萨玛演出 羡慕时 道哥看着台上 光彩夺目的萨玛 心潮起伏 激动不已 道哥随后去后台见了萨玛 他的心情颇为忐忑 担心几年不见 对方说不定不记得自己了 立刻欣赏鲜花 和那本贴满简包的册子 在萨玛看来 这本合伙的册子 是自己收到最用心的礼物 他感动完分 主动上前亲吻道哥 人生的初吻 让道哥感觉暖洋洋的 满心甜蜜 可就在他想表白时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萨玛的丈夫 萨玛已经怀孕了 意料之外的情况 狠狠击碎了道哥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看着萨玛与丈夫相拥 一脸甜蜜 道哥的心化成无数碎片 他只能用尽力气 勉强维持还算得体的微笑 晚上 道哥带着受伤的心回到住处 所谓住处 其实是政府办的流浪狗收容所 道哥是收容站唯一的工作人员 平时也住在这里 跟狗龙离大批流浪狗为伴 已有五年时间 道哥满心悔恨痛苦 觉得自己今天的行为太过愚蠢 撒马人漂亮 事业成功 自己却不良于行 对方怎么会看上自己 他对自己应该只有怜悯 道哥越想越痛苦 甚至产生窒息感 他用力锤打不争起的双腿 如果自己是个正常人该有多好 狗狗们感受到了他的情绪 不安地看着他 道哥抓着狗龙栏杆 吃力地不顾一切地站起来 他情绪完全失控 举起轮椅甩了出去 发出痛苦的嘶吼 尽情宣泄不甘于愤慢 终于 道哥的力气耗尽 摔倒在地 仰面朝天 在这一刻 他彻底对人类绝望 狗狗们很担心道哥 趁着龙门没关眼 纷纷冲出来 围着他 贴着他 以陪伴的方式安慰他 就像家人一样 见到这一幕 道哥在感动止于突然醒悟 人会离他而去 狗却永远忠诚 永远真心对待他 当他尝试容社会失败 只有这群忠贞不二的狗 始终陪在他的身旁 给了他最坚实的支撑和勇气 以及家的温暖 想通了这一点后 道哥重新振作起来 他决定做出改变 在遇下的人生里 狗狗就是他的神和信仰 他要向所有的爱赋予狗狗 专心陪伴照料他们 道哥随后剪去长发 讲断过去 担心生活才迈出第一步 就有坏消息传来 两个西装男来的收容所 说政府要将这里关闭 把地匹卖给开发商 道哥心里咯瞪一下 询问这里的狗狗怎么办 对方打着关枪 说会妥善处理 道哥听出了 这是敷衍之词 也没再争取什么 只是说三天后 进行交接 三天时间到了 政府的工作人来到收容站 恶然发现 道哥和所有流浪狗都不见了 原来 道哥这几天找到一栋废弃大厦 作为自己和狗狗的新家 这里虽然破败不堪 但毕竟可以遮风挡雨 道哥和狗狗们 在大厦扎下跟来 新家地方宽敞又安静 道哥很满意 还在夕阳雨灰下 为狗狗们朗读 他最爱的莎士比亚作品 然而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道哥要吃饭 狗狗们也要吃饭 钱从何处来 道哥随后开始找工作 他按照报纸上的广告去应聘 但由于坐着轮椅 四处碰壁 习惯了苦难的道哥 当然不会气馁 他又去了一家酒吧 奔向应聘服务生 结果发现酒吧老板 正组织演员 排练变装修 看到男演员们 大扮成女性的模样 宰歌宰舞 道哥突然感到 久违的快乐和激动 他对舞台和表演的热爱 再次被唤醒 排演结束 道哥毛髓自剑 想参加变装修 老板看了看轮椅 皱起眉头 道哥不想放弃 他马上卸掉助力器 用极大的勇气站了起来 老板目瞪口袋 其他演员 则很钦佩道哥的毅力 帮着他劝说了老板 终于 老板同意让道哥 试着表演一次 当晚 道哥跟其他演员一样 穿着女装 戴假发 化上了浓装 他拿掉助力器 走下轮椅 从容登台 站上舞台 他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 一开口 就让所有人震惊 能控制声音的道哥 唱出完美女声 仿佛整个人都在发光 客人们一脸陶醉 老板也露出欣慰笑容 其他演员更是开探不已 不住口地称赞 道哥有天赋 一曲唱罢 赢得满汤彩 再上所有人热烈鼓掌 不过 没有助力器的帮助 道哥占不了多久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力气 无法走到后台 眼看就要摔倒 好在其他演员 看出了他的古妙 赶紧拉上大幕 退市轮椅过来 让他坐下 道哥的表演大获成功 他被老板正式聘用 每周五晚登台表演 然而这份薪水 依然不够他所需的支出 还要再找财路 不久后 道哥恶然重用了惊人的发现 当时他正照着食谱做蛋糕 下意识地念出 每一样食材和调味品的名字 鸡蛋 黄油 糖 而他每念一样 就会有条狗 为他调来对应的食材调味品 道哥反应烧满 过了一会儿 才发现这一神奇状况 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意识到这些狗狗真的理解他 能听懂他的话 就这样 道哥有了新的生财之道 并将之称为财富在分配 在他的指示下 狗狗们在夜里流进夫人住宅 悄无声细地雕走各种财物 这种模式持续了几个月 道哥的腰包鼓了起来 他找人装修主 除外上监控 还买了车 那些失血家庭都报了警 但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这也不奇怪 毕竟谁能怀疑到狗的身上呢 同时 由于大多数失血者都为财物投保 保险公司以时间损失惨重 为了防止类似的道歉案在发生 保险公司说一顶基调的常员阿克 查明真相 阿克的义务能力很强 在查看一户 世界家庭屋外摄像头拍下的录像时 他偶然间发现 有条狗叼着被盗的项链 阿克脑海中灵光炸现 产生一个连自己也不太敢相信的想法 莫非狗是盗贼 他马上查看起另外几起 失血案的相关录像 果然都有狗 叼着被盗财物的画面 阿克既震惊又兴奋 他确定自己的猜测没错 有人在利用狗盗窃 阿克趁热打铁 调用道路路向 追踪盗窃狗狗的取向 结果发现狗狗进了一辆车 通过车牌 阿克查出车主名叫道格 在酒吧表演编装修 周五晚上 阿克去酒吧看道格表演 演出完毕 他举着话来到后台满脸堆小 声称自己很欣赏道格的表演 对他大家赞扬 还邀请他共进晚餐 阿克是想找机会 试探这个指挥狗盗歇的男人 不过道格礼貌地拒绝了 他的晚餐邀远 阿克一击不成又生一击 偷偷跟踪道格回家 发现了他的主厨 间大厦大门没关 阿克小心翼走进去 刚到走廊 就看到前面有条黑狗 眼神是狗狗盯着自己 阿克被看得心里发毛 立即举枪对准了黑狗 依然一狗对峙过程中 一条小狗 发现外人到来 连忙跑到道格身边叫了两声 一时提醒 正在做晚餐的道格 查看监控发现了阿克 他稍作考虑 他举起枪 恶狠狠地说出自己已经查明真相 还说道格没有银行账户 那些被盗的财物 一定藏在房间里 阿克向着顶棚开了一枪 为逼道格交出财物 道格见对方没有报警 明白此人是想私吞财物 心中不迟 但还是很配合 老老实实说出了保险箱密码 阿克急不可待地 打开保险箱 发现了一个装满财物的盒子 他心欢怒放 眼睛放光 就在准备带着财物离开时 道格却出人意料地 邀请他攻击晚餐 而且态度很自然 就好像个好客的主人 阿克觉得道格很怪异 不过自己有枪 对方坐着轮椅 没必要害怕 再说自己也的确是饿了 于是决定吃完再走 拿成想 他刚坐下 道格淡淡说了句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说完用勺子 敲了凉下锅 下一秒 一条大黑狗歇似地里地冲出 狠狠咬住阿克的手 阿克剧痛难当 发出自心裂肺的嚎叫 手枪坠低 人也摔倒了 紧接着 道格看都没看一眼 身太自若地开始吃饭 狗狗们则将阿克 当成了自己的晚餐 道格其实对人类 并非完全失望 偶尔也会帮助林里 由于他养了很多狗 人们都喜欢叫他狗神 一天 男青年胡安来向道格求助 说经常帮道格洗衣服的 洗衣店老板娘马莎 遭遇到麻烦 黑帮老大蝶哥 让小弟向这条街的 各家商户收保护费 所要的金额还越来越高 马莎是在承受补齐 已经开始编买物品 道格了解到情况后 答应会帮马莎解决麻烦 次日黑帮老大蝶哥 去自己开的酒吧吃饭 道格自打奔成贵妇 坐着轮椅出现在附近 接下来奇妙的一幕发生 他对着一条小狗点点头 小狗心领神会叼着手机 一溜烟跑进了酒吧 挑上餐桌送开口 让手机掉到蝶哥面前 就在蝶哥摸不着头脑时 手机响起 蝶哥生出荒谬感觉 难道眼前的小狗 是特地来给自己送手机的 他怀着好奇 拿起手机接听 电话是道格打来的 他让对方放心 说自己不是警察 也不是FBI 只是想谈谈 同时 更奇妙的一幕发生 道格对着旁边的大狗点点头 大狗闪电般冲进酒吧 瞬间来到蝶哥身前 张开大嘴 咬住黑帮老大那名根子 虽然没用力咬下去 但蝶哥已经被吓得魂不覆体 他轻声尖叫 脸上肌肉 因恐惧而扭曲 现场更是大乱一片 蝶哥的手下没见过这种场面 哥哥心惊胆战 有人吓一手把枪 但转念一想 老大的药还被控制着 如果自己弄往开枪 老大的命根子很可能不薄 于是没人敢轻举网洞 首先被哥哥不知所措 道格随后又平静的声音发出威胁 警告蝶哥 憋在骚扰马莎 否则大狗咬下去 以后你再也生不了孩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 蝶哥当然硬气不起来 他一动不敢动 浑身僵硬 冷汗直流 用颤抖的声音满口答应下来 任务完成 道格满意地挂灯电话 两条柜也迅速撤离 临走时 还没忘记带走那部手机 蝶哥总算逃过一劫 但仍心有余计 大扣大扣喘着粗气 脸上惊恐的声色 咫痴未曾褪去 黑帮老大拿着这种哑巴亏 气得七笑生烟 惊魂烧定后 他马上展开报复 道格不知道危险即将逼紧 正在准备晚上的表演 他打扮成马莉莲梦露的样子 听着音乐 喝着红酒 放声歌唱 黑帮老大带着一群持枪手下 弯一枪爆头 道格被枪生下了一条 不声把红酒破到自己脸上 他赶紧查看监控 发现敌人来寻仇 随即对狗狗们说 战争开始了孩子们 狗狗们得到指示 各自飞奔出去 道格则卸下处理器站起来 拿了猎枪和子弹 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黑帮试图破满而入 但门很坚固 意识无法打开 一个小弟打算找别的门 他发现墙壁上有洞 想尝试钻进去 没想到对面出现一条大狗 咬住他 将他拖了进去 小弟发出害人惨叫 但叫声很快消失 虽然已成了大狗嘴下亡魂 其他人听到惨叫 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有些紧张 以为敌人来到了走廊 分散开来寻找 拿成想楼道里被道格 按了不少陷阱机关 狗狗们藏身各处 四季而动 一条电线突然垂落 把一个黑帮小弟电死 另一个小弟被小狗 引到一堵墙面前 墙后面站着 从侧门流出的道格 他果断开火 击毙墙内面的敌人 这场人狗大战 进行了一场激烈 道格利用熟悉的地形优势 与狗狗默默细配合 使得另外几名黑帮小弟 一种招 一个人走到拐角 遭遇群狗 被活生生咬死 一个人中了有敌 深入之际 追看小狗时 不声跌入深坑 不远处的同伴 听到叫声过来查看 另一条狗 梦从身后传出 跃到空中 将他狠狠撞进坑里 道格不时时机走过去 对着坑里连开两枪 再杀两人 同时 一名黑帮小弟踩中机关 一只脚被绳子掏住 整个人倒掉在空中 紧接着 有狗冲出 跳起来狠狠地撕咬了他 另一边 黑帮老大发现 小弟们都没了声音 按巧不妙 赶紧打电话 叫外面往风的三个小弟 进来增援 但这次案子也难逃一死 其中一个人踩中不守家 通过安装地倒在地上 随后就有狗冲向了他 道格也把握机会 开枪干掉两人 不过他也由此暴露踪迹 老大连续枪的射击 局势瞬间逆转 道格被击上 枪里也没了子弹 更糟糕的是 这场恶战 对他的体力消耗极大 道格快站不住了 只能强撑着回到屋内 老大举着枪 凶声恶杀一路追杀 道格眼看逃无可逃 索性坐上轮椅 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准备坦然复死 然而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 老大咬哀切齿的口头扳机 却没有枪声响起 手枪居然在关键时刻掐壳了 老大又急又慌 道格则微微以消说道 看来上帝今天不站在你那边 花音未落 残叫声响起 一群狗狗猛扑过来 老大遭遇了跟阿克同样的命运 沦为了狗粮 而道格抿了口红酒 长输一口气 恶战虽然结束 但道格知道枪声 势必惊动警方 于是迅速开车带狗狗们转移 没想到还是出现了 影片开头的那一幕 被选警截停 他并不慌张 被带往警局前 看了看狗狗们点了点头 狗狗们懂得他的意思 立即撕散逃走 道格终于讲完了自己的遭遇 义父对他很是同情 同时问了个问题 为什么你把这一切 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道格平静地说道 我没有共同之处 都很痛苦 此时已是深夜 义父离开了 警局对面却有狗羊天长笑 道格听到后 展颜一笑 随即洗脸提须 未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准备 离命时分 一群狗狗溜进了警局 开始营救行动 警局此刻 只有一名值班警察 长相熊窝的大狗 猛得窜窜的面前将他吓晕 提醒瘦小的狗过来 从警察身上吊走钥匙 穿过铁栏杆 把钥匙交给被关爱的道格 道格对此并不吃惊 这正是他所期盼的 道格带上助力器 坐上轮椅 并且生平第一次 穿西装打领带 他用钥匙开锁 脱离繁笼 与迎接自己的狗狗们会合 笑容满面 到了警局门口 阳光洒在自己的脸上 犹如省光 道格看着远处的教堂 神经俗目 随后再度卸下助力器 站起身 艰难地挪动身体 迈步向前 直奔教堂而去 在跟依夫的交谈过程中 对方曾对道格提及自由意志 告诉他 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我们随时都有着 可以决定自己选择和命运的权利 这句话点醒了道格 一直以来 他只想躲在女装背后逃避 但现在 他决定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 哪怕遍体鳞伤 即便重重阻碍 所以他换上了体面的男装 坦率地走向人生终点 道格迎着阳光 摇晃着前行 每一步都好似人生之舞 狗狗们也跟随在一旁 来到教堂前 他停下脚步 张开双臂 昂收挺胸 用最坚定的语调 向教堂放下大喊 我为你而来 面对着神明 以及过往家 住在他身上所有的伤痕 道格用自己的方式控诉 质问挑战 这时他的自我救赎 是一次自我的胜利 紧接着 道格绽放灿烂小龙 然后倒地不起 他的身体十字架影子 荣为一体 宛若耶稣 狗狗们环绕着他 犹如虔诚的信徒 道格以自我意志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狗狗信徒的簇拥中离开城市 这一刻 他成为了真正的狗神 影片结束 片名狗神 上月2023年 影片脱胎于一则真实新闻 一位父亲将自己十岁的孩子和狗 一起锁在狗笼中 多年后 孩子被解救时 已经不会说话 只能四肢爬行 更不懂社会规则 道应旅客贝宋 由此产生了想法 从被囚禁的孩子的视角来看 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是怎样的 年幼经历如此痛苦 他会成为坏人还是好人 走出牢笼 他又会如何生存 故事便由此展开 旅客贝宋曾经如此概括这部电影 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 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痛苦 狗神想表达的就是这种 以及人类会如何应对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有机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